理财APP 好 中国骇客攻击无所不在 幕后操控团队直指解放军 不但美国机构 台湾政府也是受害者 中国骇客是怎么运作的 台湾政府56%资讯业务外包 资安保卫战缺人缺钱 该怎么打赢这场战呢 理财APP连线访问金周刊主编郑敏生 敏生你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位于上海浦东的一栋12层楼高的白色大楼 一直被西方世界怀疑是中国骇客大本营 同时他们觉得说幕后团队是中国解放军 这种说法有得到证实吗 中国的军方跟外交部队严重否认 他们就说中国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但这个事情就是各说各话 就是西方这些都相信解放军 是有在操控一群他们国家的网军跟骇客 进行攻击跟牵密 中国网军大概是什么时候崛起的 崛起的原因是什么呢 对大概其实2000年左右吧 那个时候中国跟美国有一些外交纠纷 包括军机插撞的事件 然后那时候中国的网友 他们就是抱着一股爱国的情操 就约好同个时间去攻打美国的政府机构 用网络的工具这样子 那当初的确是造成了美国的一些蛮大的困扰 所以中国开始发现这种所谓的不退称战争 其实是蛮有效果的 所以就开始投入大量的力度来培训网络专家 然后找民间的高手来做网军的工作这样子 所以最早是网军自主的行动 因为军机插撞事件是吗 对啊对啊 大概就是2000年左右 他们就开始攻打嘛 那一开始是民间自罚 基于爱国心来自罚 但之后国家觉得 这个力量是可以使用的 可以强化他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所以就开始大量的培训 那其实台湾也是在那之后 大概2000年之后开始明显的受到 中国网军的骚扰跟威胁这样子 的确中国网军有针对台湾政府机构进行攻击 他们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对其实主要目的大概有几种 第一个就是传统我们知道的谍报战嘛 可能会想抢先知道我们的政府高层有什么机密 比如说我们要去外交谈判在美国 可能驻美代表处想去拜访国会议员 他们可能想先知道我们要找谁 那如果提前知道 他就可以可以抢先一步来做破坏啊或干扰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可能窃取 我们民众的个资 那了解我们台湾社会内部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 那他们借机的想要从中去调拨影响 制造分化对立也会比较方便 因为如果你什么都不了解 你可能是没有办法来做这些事情的 是听说呢中国骇客啊 针对我政府的攻击也有高低风之分啊 什么时候是比较尖锋的时期呢 对其实就政府官员跟我们说 他们其实也是有上下班的时间啦 上下班啊 对上下班 对那但一般来说 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逢年过节 比如说我们的双十国庆 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就会特别的想要干扰我们 这是高风险啊 对或是过年的时候 大家觉得说我们的军人可能去放假了 大家比较不会有那么强的防备性 他们可能会特别的想要来攻打 那所以其实我们的国军啊 或是包括一些执法单位 是在这个时候最攻击成金 是所以过年过节啊 特别容易被攻击哈 对那我也要请问民生啊 对于台湾网络发动攻击最主要来源 主要就是中国大陆吗 还是说是北韩呢 有一说法是说北韩呢 对其实网络攻击有两种不同的目的 像我们刚刚讲的中国军攻打的目的 他其实想要偷资料 他偷资料不一定是为了钱嘛 他可能有更多的战略意义 那所以对政府的攻击是来自中国的最多 几乎就是以中国为主这样子 那但是对民间我们可以知道 就比如说之前银行被害啊 钱被汇出去啊 这些其实比较多是所谓的网络犯罪 它的目的是想要获取金钱的利益 那这种的来源就很复杂 可能说是东欧 更多是北韩 因为他们国家比较穷嘛 想要靠这个方式来赚钱这样子 是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来源 那根据统计啊 台湾受到恶意软体攻击的比例很高吗 对其实很高 我们看到塞门铁克曾经在2018年发表一个报告 就是在2017年 其实台湾承受的针对性攻击 就是自己比如说国家发动的 然后就是要特别针对你 不是乱撒的这种亡恶意攻击 台湾是排名全球第四 那其实排名全球前三名的国家 是美国印度跟日本 这三个国家其实人口都比我们多很多 所以我们的绝对的数字是排名第四 但如果以比例来看 可能甚至是比前三名的这三个大国还要再高的 所以比例是相当惊人 是 所以亥克对我们国家还蛮有兴趣 那网络攻击手法不断更新 有一种被称为是 进阶持续性渗透威胁 叫APP的一个攻击手法 这什么是ATP啊 APT其实我们一般想到的网络攻击 我们还停留在过去 可能是你的电脑突然不能开了 然后要勒索 要你付钱 你的电脑才可以重新使用 或者你的系统整个被瘫痪了 这是我们比较传统的被攻击的认知 那APT它其实就是 等于说像是一个小偷 它偷偷的潜进你家 它可能也许躲在暗处 或是它装了一个窃听器 它的目的不是要立刻的破坏 它是要偷偷的去掌握你 里面到底哪些是有价值的东西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 像之前银行被害 它其实就是有APT 它一个城市潜入在银行的系统里面 那它并不会马上发作 不想让你知道 直到它找到了可以转账的系统权限 它慢慢找慢慢找 那找到以后它钱就一大笔的汇出去 所谓的APT就是它想潜伏在暗处 它在还没有掌握到它的目标之前 它不希望被你发现 那当你一发现的时候 可能已经损失惨重了 就是所谓的APT 是一个比较新比较流行的攻击形态 你刚刚有提到银行被害的事件 我们知道两年前远东商银发生了 骇客汇出18亿元的事件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 它的人就是可能有类似主管或是员工 他们内部的网络点到了含有二亿城市的邮件 那因为它点到了以后 它其实不会马上发生 比如说点到以后 整个电脑就瘫痪了 所以其实大家也不以为意 那可能有人就有一些小小的征兆 他们也没有觉得说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过了好几个月突然钱被汇走了 才知道原来是因为这个二亿城市 它在系统里面就是 就像我进了你的家门 我就可以到每一个房间里面去看看 看到了找到可以装密码 可以汇钱的那个地方 然后他们就发动了公式 然后等直到钱都被汇出去了 他们才发现 原来这个二亿城市已经潜伏在电脑资讯系统里面 好几个月的时间了 是 所以可能是不小心点到一个连结或是什么 可能就会发生了对不对 对 就被装了 因为你可能点进去 等于说你自动安装了那个二亿的城市 或是木码 那进到你的电脑里面就开始作乱了 是 除了这种钱被汇出去之外 比如说骇客是窃取客户的研发成果 或是核心的客户名单 另外还有一方面 他们是会利用客资来做一些 比如说分化等等的 这是怎么利用的 好 我觉得其实客资被利用 我们想到最简单的就是说 我们的信用卡被盗刷了 但我们可能偶尔都会接过一些诈骗机关的电话 那如果接到电话的时候 其实他只知道你的姓名 但他对你的身家被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可能问他两个问题 他就被拆穿了 但当我 譬如我已经知道你平常住哪里 你工作是什么 你有什么样的亲人 我如果透过一些各资的比对 都很了解这个人 我诈骗你 我就越容易取信 我就越容易成功 所以这就是各资的重要性 对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如果我平常知道 你对什么议题感到关心 譬如说你对我们之前吵得很凶的 譬如说同性婚姻的议题很关心 那可能我们就会特别对这些关心的人 去释放一些讯息 让他们可能情绪激动 往上跟人家吵架 这会比较有可能 就是针对你的了解 然后来因为对你了解而释放一些讯息 或是诈骗 这是骗个子最重要的目的之一 是我们知道以政府机关来说 全续部日前发生59万笔公务人员资料 送审资料外流事件 很离迫是这笔资料14年前被偷 结果呢到14年后才因为有人拿出来卖 而被发现 怎么会这样子呢 对这个其实我们 我们千层线我们不确定 它是什么时候被偷 它最早的资料是14年前 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偷 这其实就像是我们刚刚讲的 银行的APT一样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钱被汇出去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 被恶意植入城市 那这个一样 就是我们的资料一直被打包打包打包 复制出去 可是我们不知道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APT可怕的地方 所以我们平常一定要做好防护 不能让它轻易地进来 是 全虚部的案子算是网络犯罪 那其实你刚有提到 像网络间谍这种案子也很常见 那网络间谍案最常见于哪些国家呢 其实网络间谍案有各种不同的国家 都会试图去做网络间谍 比如说东欧国家 比如说北韩 比如说美国一直指控中国 所以网络间谍就是窃取一些 比如说我们战斗机的研发的设计 或是我们国防的飞弹的部署 这些很机密的东西 那如果是商业的间谍 可能就比如说我们是 生计工资 想要了解别人新药的配方 就是所谓的去窃取一些专利 或是国防机密 这是网络间谍的部分 我们知道蔡英文总统上任也还来 他喊出资安就是国安 这几年来资安预算是不是有一些成长呢 对其实是成长蛮多的 光是从2014年我们找到资料 到现在已经大概成长了六成了 所以其实政府对于资安的投注是很用心的 那这也是因为 其实我们跟过去五年前 十年前比一下 我们更依赖网络 更依赖资讯系统 所以只要有资讯系统的使用 就会有资讯安全的疑虑 所以我们必须更全面性的去投入资源 跟布置人力来做这方面的防范 这也是政府为什么经费 可以持续增加的原因之一 尽管资安预算有成长 不过相较于先进国家 其实还是少的 而且资安人力吃紧 包括了资讯业务的委外比例偏高 目前公务机关的资安现况是怎么样 对其实我们公务机关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所有的资讯系统都自己来建制 自己买 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去委托厂商 就像我们以前买电脑 我们不会自己组 我们通常都自己买 然后跟人家买软体 那有坏了 请人家来维修 这是所谓的委外 那委外本身不是问题 因为这是常态 我们不可能全部都自己来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自己要什么 像比如说很多公务机关 他有一些敏感资料 就拿全虚部来说好了 我们要什么样的资料 是必须被保护好的 那怎么被保护 其实我们公务员 必须要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 来指挥厂商来做 等于说厂商是 应该是为我们雇主来服务 但是现在其实因为我们资源能力不足 很多人根本没有空去研究这些事情 他甚至没有这方面的专业 所以那很多就是完全交给厂商 但是厂商他不一定能够理解 公务机关的业务 所以他们建制的软体 或是防护的系统 不一定能够符合政府真正的需求 也没有办法增进业务的效率 所以就造成一些质案的漏洞 这是我们看到比较严重的问题 是 据了解目前资安外包的比例偏高 以政府机构来说 有56%的资讯业务是外包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 是不是也有些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呢 对 其实大概就是 我们大概开始电脑化普及的时候 大概就是20年前 左右20几年前 当那个时候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就是我们所有的公务机关 本来是人力的都变成电脑化资讯化 所有的资料都要上到资料库 那当时事情太多 我们没有办法一次聘这么多的人 进来政府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就把部分东西外包 这个是合理的 但是我们外包之后 我们好像觉得 就叫场上来做就好了 成本也没有太高 所以它就一直一直维持 这样子委外的状况 可是现在的情况变了 我们现在更加更加的 依赖资讯系统 等于说如果资讯系统一弹化 我们生活就停摆了 那资安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原本的人力可能是没办法附和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呼吁说 政府如果原额不能改变 也应该要把一些 过去已经被资讯系统取代的人力 原额拿来做资讯安全 那会是比较合理的分配 所以原额的分配是很重要的 你觉得还有什么方面 台湾政府要努力的 才能打赢这场资安的保卫战 好 第一个当然就是人员的分配 第二个是人员必须要与时俱进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 电脑资讯这种事情 就是速度进展的太快了 如果我们在公务机关 其实一直做一些业务 其实很繁忙 如果三到五年没有进修 马上就跟不上时代了 所以其实第一个 无论是人力的配置 要到位 第二个是如何让公务员 不断的跟最新的资讯 跟技术做接触 我们不一定要成为技术的专家 那我们至少知道 外面人在玩什么 我们才可以了解说 我们必须大概需要 什么样的装备 什么样的工具来做防范 这也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政府的观念 也必须要到 就是首长很多事情 其实只要首长有观念下去做 那其实下面的推动业务 就会很顺利 所以其实高层对资安的观念 但因为通常高层的年纪比较大 所以资安观念可能会比较 没有那么跟得上 那这也是我们急需要改变的地方 是 那小老百姓 你刚刚也提到的 信用卡资料被害 也是很害怕 类似这种情况 最后30秒怎么防范 好 第一个我们不要所有的东西 都用同一个密码 这是最基本的 我们密码要换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常在看到一些 很便宜的什么打折 那他就要你登入你的email 设定密码 这个其实也是可能在投你的密码 你不要 因为如果人家要了你这个密码 他就拆你其他东西 是不是也用这个密码 看到这种太小便宜 尽量不要做 这是这两个最简单的方式 好 今天非常感谢金周刊主编 郑明生 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明生 谢谢